安利营养接触班 新伙伴的快乐学堂 近期宝典 快速掌握产品知识 轻松获得专业认证 细胞能量对健康影响有多大 辅媒Q10如何帮助增加细胞能量 除了心脏健康 辅媒Q10还有什么好处 本期营养接触班 为您解密辅媒Q10四大功能 提到机体健康 其实就好比是一座大厦的坚固 是一样的道理 一个大厦是不是由一块砖 一块砖累起来的 那如果一个大厦要是能够坚固 保证它的牢固 那是不是这里面的每一块砖 都需要很完整很坚实 我们的人是由什么构成的呢 是由一个一个的细胞构成的 我们的人体有多少细胞啊 大约几十万亿个细胞 这么多的细胞构成我们的人体 如果说我们机体里面 已经有一些细胞不健康了 那你说这个人还会健康吗 不会的 但是啊 这个人其实未必就此表现出来的 就是疾病的状态 不一定 因为它有可能是一种疲劳和倦怠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亚健康的状态 我们把人的这种健康啊 一点一点的延伸到细胞的健康 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 一个一个细胞的健康 就决定了我们人 我们的机体的整体的健康 当你的细胞能量充足的时候 就像我们的这种电器充满了电一样 它非常的有能量 干什么都有劲 当一个细胞没有能量的时候呢 那这整个的这个人的状态 就是下滑的 我们有没有感觉说 我们生活当中有一种这样的现象 你看这个年轻的小伙子 说他年轻的时候啊 他可能一顿饭能吃好几碗饭 但是呢 你发现他体型维持的还很好 可是当人老了以后 你就发现 我肯定没有那个年轻小伙子吃的多 反而还比他更容易胖 其实啊 这就是您体内的这种代谢消耗的水平多不多 如果一个人体内的代谢很旺盛 他虽然吃的多 但是他能转化成为能量 你的代谢水平如果下降 即使吃的少 照样还是容易堆积 所以呢 这也是我们人 为什么衰老以后 随着衰老的进程不断推进 人呢 就更容易脂肪堆积的一个原因 如果我们体内的脂肪 在堆积 是只单纯的堆积在肚子上吗 不会的 它是只单纯的堆积在臀部和腰上吗 不会的 血管里 会不会也堆积脂肪 会 你会发现 这样的人 随着年龄的增大啊 它的代谢水平降低 它就更容易发生动脉的中央硬化 这也是我们现代人 为什么心脑血管疾病是一个主要的危害健康的因素之一 这个时候我们要让我们机体的这种能量的代谢变得更好一点呢 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来帮助大家理解细胞能量的这种产生和代谢 比如说咱们家里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电器 有电视 有冰箱 空调 洗衣机 等等各种各样的电器 自然界当中能够产生能源 能够产生电的 往往那叫不是煤 石油 木材 但是你把这个煤 这个石油 单纯的放到这个电视的旁边 这个电视是不会显示图像 你把这个煤 这个石油 放在冰箱的旁边 这个冰箱也是不会制冷的 所以说这个煤也好 石油也好 木材也好 它必须要送到这个发电厂里面变成电 经过燃烧 最终通过发电机 把它转化成为电以后 再把这个电送到我们的千家万户 我们家里的电器才能运转起来 我们人体这个细胞的能量 其实也是这个道理 我们吃的人体能够产生能量的物质 有几种 三种 碳水化合物 脂肪 蛋白质 那你心脏运转需不需要能量呢 需要 肝脏需不需要能量呢 它也需要 我们所需要的这些能量 是直接 是你晚上吃了这碗米饭 就直接送到心脏那儿吗 当然不是 那么这碗米饭呢 必须先要经过消化吸收 然后在细胞的里面 确切地说啊 是在这个细胞的那个线粒体里面 那在这个工厂里面 转换成为一个人体的标准的电能 这里面呢 它有一个专业的词 叫做ATP 它是一个能量货币 在这个过程里面 发电厂是细胞里面的细胞器 转化出来的是这个能量 这个能量货币 ATP 其中的那个关键的那个组件 那个发电机是谁 就是辅煤Q10 这个辅煤Q10 就是在这个环节当中 把能量的物质 转化成为ATP 这种能量货币的过程当中 那个核心的发电机 石油发电 你会发现 它必然还要产生一个有害的物质 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烟 其实在这一点上 人体里也很相似 我们人体里的能量代谢 它也会产生一个有害的废物 叫做自由基 那这个自由基呢 就是我们日常 在各种能量代谢当中 必然要产生的那个黑烟 有害的 所以我们说 辅煤Q10 它的这个好 好在哪呢 辅煤Q10 不仅可以让您的机体里面 产生更多的能量 促进您的代谢 辅煤Q10 本身 它还有一个能力 是可以消灭你机体里的这个黑烟 有害的自由基 其实啊 发现这个点呢 是获得过诺贝尔奖的 这位英国的这个米切尔博士 是他发现了辅煤Q10 是人体细胞能量代谢当中 必须的物质 一切的细胞能量的转换 是必须要有辅煤Q10的参与 在我们中国 我们要是一提说 对我们机体有好处的 能够补心的 补肝的 对人体有这些益处的 大家呢 往往想到的 都是一些中药 其实在西方啊 西方人 他是不懂这个中医的 他们呢 也没有这种中草药养生的理念 当想给自己 补充一点补品的时候呢 在西方人的观念当中 他们补心的补品 就是辅煤Q10 那而且在西方医生的 这个临床所开的 很多帮助心脏急患 恢复的这种处方当中呢 也都包含有辅煤Q10 辅煤Q10呢 在西方的应用 是非常广泛的 关于辅煤Q10的 一些研究的数据 你也会发现 辅煤Q10 对于保护心脏健康 确确实实 是有非常良好的作用的 辅煤Q10 在心率失常的方面 调研的结果 是有67%的心率失常 都有改善 还有一个 就是心脚痛 那辅煤Q10 对于心脚痛 所产生的这些症状 也是有改善的 第三一个呢 就是心衰 那通过实验的调查数据 你发现 三分之二的心衰 患者使用了辅煤Q10以后 都有明显的 好转的改善 这对我们的心脏疾患的人来说呢 应该说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 好的福音 除了心脏健康以外 如果我们的细胞能量充足了 那我们机体里 这几十万亿个细胞 它的能量都很充足 那您觉得这个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状态 那我会不会精神更充足 还会不会经常的感觉疲劳和倦怠 那如果我的脑细胞的能量充足 那你说我的头脑会不会是非常的灵活敏捷 如果我们把这个人的机体的细胞能量调整好的话 这个人他一定会有整体的能量的一种活力的提升 那如果细胞的能量运转充分的话呢 它也还会消耗我们机体里更多的脂肪 所以它会加快我们机体里脂肪的代谢 另外还有一点 辅煤Q10它还可以消除那个我们刚才说的黑烟 这个黑烟在我们的机体里会产生什么样的危害呢 这个自由肌的这个危害太多了 你比如说导致我们人的衰老 导致我们肌肤的衰老 导致我们肌肤长斑也好 长痘也好 那还包括我们血管的衰老 更容易产生动脉照样硬化 大家往往对于辅煤Q10的理解 仅仅局限在心脏 您在了解了今天的这个内容之后呢 我希望大家除了对于辅煤Q10 对心脏的好处之外 还能够记住辅煤Q10 对于细胞能量这个层次的影响 它给我们机体带来的 包括脂肪代谢 包括年轻的活力 包括精神活力 加上我们刚才说的心脏的健康 一共是四方面的影响 辅煤Q10呢 这种物质 它在我们人体内的合成啊 它会呈现一个明显的年龄变化的趋势 辅煤Q10在人的20岁的这个时候 它就会出现合成的减少 通过这个图表 可以明显的看到 到了40岁的时候 其实大多数人体内 已经维持着一个比较低的 负煤Q10的水平了 人体合成不足 外界的消耗又增加 比如说我们熬夜啊 不规律的作息啊 以及外界的这种环境啊 雾霾啊污染啊 再加上日常午还要吃点药物啊 那这些东西对我们机体 其实都是有伤害的 那这些都会消耗你机体里的负煤Q10 那一方面机体合成不足 另一方面外界的消耗又大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所以有的朋友可能会想到说 那我就吃嘛 多吃那不就补进来了吗 可是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 那按照一个人 如果算他一天应该补充 90毫克的辅煤Q10的话 以海鱼为例 他一天要吃三斤的海鱼 如果说要是吃牛肉 他一天大约要吃六斤的牛肉 我们一般人的饮食 每天大约能够补充多少负煤Q10呢 大约是三到五毫克 合成减少了 消耗增多了 加上生活不规律 消耗的更多 一天才给我补充了三到五毫克 一个人一天需要三十到九十毫克 那你怎么办呢 而一个人体内的辅煤Q10的水平呢 当它下降了25%的时候 其实这个人呢 就已经很容易发生各种积患了 那尤其是心脑血管的积患 而当人体内的这种辅煤Q10啊 下降了75%的时候 就还剩四分之一的时候 那这种低细胞能量其实是危及生命的 在欧美国家呢 那我们给这些个补充的建议是什么呢 是一个健康的成年人呢 每天要补充的辅煤Q10的这个量是三十毫克 谁应该补充三十毫克呢 是健康的成年人 如果说我是一个亚健康的人呢 那你就需要相应的增加一些补充 那如果说我已经明显的 有了一些器官的功能下降了 怎么办呢 那就应该更多的再增加一些补充 辅煤Q10呢 也有一种称呼呢 叫做辅酵素Q10 那其实酵素啊 就是煤的这个意思啊 同一个意思 大家觉得说 你有了辅煤Q10 那不是已经就提升了细胞的能量了吗 大家注意啊 我们是从四个不同的 把点来去提升您细胞的能量了 第一 辅煤Q10 那刚才呢 我已经用了较大的篇幅 把它说清楚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说这个牛黄酸 其实牛黄酸呢 今天呢 也并不少见 有很多的这种能量的补充剂里面呢 它都添加了一些牛黄酸 那人类怎么发现的这个牛黄酸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呢 它是在新生儿的研究当中 它用牛奶喂养的这个婴儿啊 它怎么样都不如母乳喂养的婴儿发育的好 对比人的母乳说牛和牛乳它有什么区别呢 最终发现 人乳里的牛黄酸的含量明显高于牛乳 今天呢 这个小孩如果要用母乳喂养 那确保要吃到那个出乳 就是刚刚分娩完以后的那个母亲分泌出来的那个乳汁嘛 调查就发现说出乳里面的牛黄酸的含量尤其高 所以啊 因为牛黄酸呢 又是一个非常天然而且安全的这样一个非蛋白的氨基酸 于是就在后来的很多的这种婴幼儿的这个食品补充剂当中呢 就使用了牛黄酸 在后续的这个人群的实验当中呢 我们还发现牛黄酸呢 还可以对心脏有好处 我们刚才说的 辅酶Q10它是可以加强细胞的能量代谢 而牛黄酸的作用点呢 就在于维持心肌细胞膜的稳定性 辅酶Q10它发生作用的点在细胞的里面 而牛黄酸发生作用的点主要在细胞膜上 牛黄酸还有一个重要的好处 它可以帮助这个乳酸代谢掉 就是因为这种乳酸的堆积在肌肉里面 让你产生了这种酸痛 而牛黄酸它又可以加重这种乳酸的这种代谢 所以呢它可以更好的让人恢复体力 此外还有一个就是左旋肉碱 那用一个词来代替它 就是左旋肉碱呢 它是脂肪的搬运工 它也可以理解成是一个脂肪的转运车 左旋肉碱 它专门把更多的脂肪搬到我们的细胞内 送到发电厂的这个炉子里面去烧 那烧完了以后 是辅酶Q10把它转化成为能量 那刚才我们还说 燃烧完了以后呢 机体里面还会产生肺的烟 氧化的各种类型的这种自由基 去伤害我们的机体了 帮助辅酶Q10抗氧化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就是柑橘类的生物类黄酮 那柑橘类的生物类黄酮呢 它跟辅酶Q10啊 两个人一起合力 把这个自由基杀到最低 从而来减少在能量代谢当中 产生对我们机体的这种自由基的伤害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辅酶Q10是对心脏能量重要的一个物质 给我们的心脏可以添加动力 它同时呢 可不可以带动脂肪的代谢呢 可以 那它可不可以减脂减肥 那如果我们机体里的能量非常充足的话 它可不可以增加我们的体力 那如果它能够去杀灭机体里新陈代谢 所产生的这种废物 自由基 你可不可以让我保持年轻的活力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细胞周边的 做列的这四个点 第一 心动力 第二 代谢力 第三 健体力 第四 年轻力 鱼油是主要用来降低血液里面 甘油三脂的 而茶黄素主要是来降低血浆里的胆固醇的 这是它们腐煤Q10和鱼油 以及茶黄素 它们的作用点的区别 腐煤Q10主要作用点在心脏 鱼油和茶黄素主要是去降血脂 那在代谢力方面 它想要消耗脂肪 它为什么需要补充腐煤Q10呢 那就是因为腐煤Q10可以帮助它加速体内脂肪的代谢 还有一个左旋肉碱 那我们刚才说了 管它叫什么 叫做脂肪的搬运工 那左旋肉碱呢 它会把脂肪搬到细胞里面去 在那个细胞里面去燃烧 然后腐煤Q10再把它消耗掉 转化成为我们机体可以代谢掉的能量 第三个 健体力 腐煤Q10可以让我们机体里的细胞能量充足 那它本身就是可以抗疲劳的 还有一个牛黄酸可以帮助我们机体里 肌肉里的乳酸的这种代谢 减少机体的疲劳感 那在这里我想问大家 说蛋白质可不可以抗疲劳 蛋白质抗疲劳和细胞能量的抗疲劳一样吗 不一样 因为蛋白质它是影响了机体里酶的合成 它和腐煤Q10是有区别的点的 能量代谢当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维生素的参与 就是B族维生素的参与 而B族维生素的作用点 它是影响了能量代谢当中的腐煤 它们三者的作用点是不一样的 还有一个就是年轻力 那年轻力主要指的就是抗氧化 我在这提到抗氧化 我估计大家脑子里想的可能就是抗氧化三剑克 A C E 我告诉大家 其实它们就是联合在一起 共同协同来去减低你机体里的 这种自由基的产生 帮助你的机体共同的去抗氧化 减少我们刚才说的那种黑烟的那种 对机体造成的伤害和被害 好 以上就是我们跟大家共同学习的 关于腐煤Q10的营养知识 谢谢大家